我 顾九慈刚要说些什么 许韵儿卡得非常精准地开口打断他 阿慈肯定是想给霍爷爷一个惊喜 这样我先来抛砖引玉 许韵儿变息法一样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霍爷爷 听说您喜欢收集烟斗 这是我找了很久的玛瑙 我亲手将它打磨成了烟斗 您看看喜不喜欢 霍老爷子酷爱收集烟斗 那可是出了名的 看到烟斗他忍不住伸手拿出来把玩 哎呀 你有心了 霍老爷子眼神一亮满意地点点头 站在他旁边的霍妈妈也十分满意地看着许韵儿 我看这丫头确实乖巧 应该的 顾九词也没有错过他眼中的那抹得意 许韵儿假装替自己解围 然后拿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 博得霍家长辈的欢欣和赞许 而接下来身为订婚宴女主角的自己 因为拿不出礼物 在霍家长辈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真是一石二鸟好计策呀 可是抱歉 这一事不会让你如愿了 霍爷爷 现在该我送您礼物了 顾九词笑咪咪地开口 毫不意外地看到许韵儿吃惊的眼神 还有苏芙蓉吞了生鸡蛋般的表情 阿慈的礼物 爷爷一定喜欢 快快快拿出来我看看 这份礼物 是我跟彻哥哥一起为您精心准备的 他缓缓起唇 主动走到了霍明车的身边 挽起了他的手臂 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男人骤然紧绷的身体 还有探究的目光 你们两个一起准备的 不光是霍明车目光探究了 连霍顾两家的长辈都很震惊 顾九词很能理解 前世自从他知道自己跟霍明车的婚约之后 他就表现得非常讨厌霍明车 天天躲着霍明车 又怎么可能跟霍明车一起准备礼物 是啊 顾九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然后拽了一把霍明车的手臂 但是男人没有动 彻哥哥 顾九词无奈喊了他一声 男人冰凉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秒才有所动作 他心里松了口气 后背一片冷汗 这一次他真的很冒险 不过总算把他拽动了 他拉着他朝着大厅一侧的交响乐奏去 他想干嘛 难不成要弹琴 对啊 顾九词不是个顽固废物吗 他怎么可能会乐器 迎着所有人质疑的目光 顾九词泰然自若 他松开霍明车的手臂 拿起了一架小提琴 还记得这个吗 顾九词看着霍明车 随即拉了一段悠扬的音乐 记得 霍明车的眼神立刻变了 甚至主动走到了钢琴边坐下 淡淡的灯光照在他的身上 他侧眸凝视着他 褪去所有令他喘不过气的压迫感 从没有温度的眸光里 竟然有了柔色 童话里深情款款的王子 也不过如是了 顾九词的心狂跳起来 他克制着心中的激动 姿势熟忍地拉起了一段澎湃的前奏 五秒钟之后 霍明车食指翻飞 低沉浑厚的钢琴琴声 默契地加入其中 琴声食而恢弘 充满了气吞山河的势头 食而缠绵柔软 飘荡着两心香叶的甜蜜 食而悲壮 蕴含人生尽头的释然 就好像一个人从轻壮 走到垂垂暮年 却始至不渝 此情不改 宾客们早就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二层平台上 除了许韵儿和苏芙蓉母女 其他人的表情通通变了 顾九辞的父亲 乃至霍明车的父母 都面带着感慨 目光复杂地望着两人 霍老爷子更是凝望着 认真演奏的两人 眉目间有划不开的想念 顾九辞沉浸在音乐之中 视线不由地模糊 这是他和霍明车 时隔九年的再次合作 而他和霍明车正在演奏的作品 作曲人是霍奶奶 作词人则是今天顾寿的霍爷爷 这首曲子是两人爱情的见证 也是两位老人 对他和霍明车未来的祝福 只是那时顾九辞太小 少年不时申请 蹉跎最终辜负 今天他把这首曲子送给霍爷爷 也送给他自己 霍明车 这一事 我不会再辜负你了 异曲终了 顾九辞的脸上挂满泪珠 没想到时隔九年 从来没有再和练过 哪怕一次的两人 竟然如此默契 你弹得很好 男人缓缓地走近 只吐出两个字 不哭 顾九辞愣愣地盯着男人 他竟没有排斥他的触碰 好好好 这个礼物 爷爷特别地喜欢 霍爷爷激动地连说了三个好字 可见有多么地忠义这份生日礼物 霍爷爷 奶奶之前可是让你好好照顾自己 酒要少喝 烟要少抽 记得吧 记得 记得 不抽了 霍老爷子立刻嫌弃的烟斗 丢进了盒子里 再也不看一眼 顾九辞淡淡一笑 余光瞥见角落里的许韵儿 那良尚无害的脸 起得都有些变形了呢 你们两个小屁孩 真是让老头子我又气又疼啊 霍爷爷笑眯眯地 一左一右地牵起两人的手 诸位 今天是我骑士大手的好日子 但老头子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喜讯 要宣布 顾九辞的心 砰砰砰 狂跳起来 那件事 终于来了 我宣布 霍明澈和顾九辞 正式订婚 霍爷爷随机拿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一对戒指 郑重地交给了两人 车儿 还不给阿子戴上 顾九辞愣愣地望着霍明澈 折起他的手 轻柔地将戒指缓缓推入无名纸 四周立刻响起热气的掌声 这一时 他终于和霍明澈顺顺利利地订婚了 家长同意 亲友祝福 此时浪漫婉转的音乐响起 顾九辞还没有回过神 腰上一热 紧接着被一股大力带进霍明澈的怀里 他左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右手自然地食指紧扣 掌心传来的温热触感 让他有一瞬恍惚 前时他和霍明澈每一刻都是剑拔弩张 今生居然能相拥而舞 回忆一幕幕闯入脑海 全都是他对霍明澈的胡搅蛮缠 而他起初沉默包容 后来忍无可忍崩溃黑化 再后来绝望地放手 你不专心 忽然冰冷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啊 顾九辞习惯性地恐惧 身体本能地轻颤了一下 而这个细微的动作 让周围的气压骤然降低 你在怕我 怎么会 我只是想起自己干的蠢事 觉得自己很傻而已 顾九辞眼睛一闭 一不做二不休地主动搂抱住男人 头贴着他的胸口 你再这么凶 说不定我真的就怕你了 不许怕我 嗯 你不许凶我 顾九辞软软地开口 同时在心底松了口气 没想到原来几句话撒个娇 就能让暴躁的大魔王 瞬间如同被顺毛的巨兽 安静甚至变得温柔 此时顾九辞忽然感觉到 一道充满怨恨和嫉妒的视线 始终若有似无地落在自己的身后 不用回头 他都能知道这道目光属于谁 许晕儿 你嫉妒得快要疯了吧 一轮舞曲结束 郭明车还不肯放开顾九辞 直到他的贴身助理战英 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他才松开了他的手 只是沈氏的目光 仍然未曾离开他的脸 你放心 我跟你婚都定了 绝对不会跑的 顾九辞做事要举手发誓 但是脑海里马上浮现 上午发誓就打雷的场景 又炯炯地把手收了起来 目送大魔王霍明车沿着台阶上了二楼 顾九辞在心里没数 三 二 一 阿慈 你没事吧 顾九辞讽刺地勾了勾唇脚 转过身的时候 面色平静地望着许韵儿 我能有什么事 许韵儿盯着顾九辞 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他有些不安地抓住顾九辞的手 试图证明他们的亲密 刚才都是我不好 我实在想不到什么好的借口掩饰你的迟到 只想得出准备礼物这个说辞 幸好危机都被你化解了 你不会怪我吧 顾九辞在心底冷笑 不好意思 这一事 本姑娘智商在线了 我当然不会怪你 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呢 那我就放心了 只要阿慈不误会我就好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白天打你电话没有联系上你 蒋学长都快要急死了 现在他就在外面的花园等你 你快去找他吧 听到这句话 顾九辞心底冷笑 果然啊 这就是许韵儿 一记不成 还有一记在等着他 直到把他害死为止 阿慈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你好不容易让霍明车 那个大坏蛋松懈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难道你不想和蒋学长 双宿双飞吗 他可是连机票都买好了 见顾九辞不动 许韵儿继续煽动 索性 拉着顾九辞的手 就往外面走 强行把他带到了花园 我搭里面去替你忘风 许韵儿丢下这句话 立刻逃跑似的转身走了 顾九辞冷冷地盯着黑尘的花园 这一幕和上辈子真是如出一辙呀 他大闹订婚宴后 在霍爷爷和霍明车的坚持下 两人还是订婚了 许英儿就像现在一样 假装好心地给他通风报信 然后他心气若狂地来花园 见蒋玉堂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他 当即和蒋玉堂表白 甚至要马上和他私奔 但是这一切 都被随后出现的霍明车 原原本本地听见 随后引发的可怕事件 顾九辞都不想再回忆 他明知道发生过什么 但是为了不让许英儿 马上起疑心 他不能拒绝 阿辞 果然 黑暗中响起一个温柔轻润的声音 却让顾九辞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滔天的愤怒让他浑身颤抖 他恨不得冲上去撕烂这个渣男 可此时 他却要克制自己 强迫自己镇定地 看向声音的来处 你还来干什么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后 少年从黑暗中走来 淡淡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 温润如玉 只不过 有些人华丽的面旁下面 有一颗肮脏的心 阿辞 我知道你怨恨我 其实 我也怨恨我自己 为什么今天白天 没能把你带走 当我发现货民车之后 我就给你打过电话 想让你绕回机场 我们一起走 可是你的手机 没有打通 不过我没有放弃 我没有放弃 顾九慈冷冷看着 蒋玉堂拙劣的表演 反正外面黑灯瞎火的 他也看不到自己的表情 我知道 刚才发生在大厅里的事情 都不是你的本愿 对不对 你假装对后名车那么好 骗过所有的人 就是为了让大家放松警惕 我已经准备好机票了 我们现在就走吧 刚要张口 忽然感觉后背一寒 顾九慈敏锐地察觉到 一道冰冷的视线 凝视着自己 霍明车 果然他还是和前世一样 被许晕儿给引来了 蒋玉堂见他不回答 便着急地追问道 阿慈 你还在犹豫什么 你明明深爱着我不是吗 蒋玉堂刚说出这句话 顾九慈明显感觉到 身后的黑暗气息 瞬间暴动 好像只要他开口 说错一个字 自己马上就会被彻底吞噬 连骨头都补上 偏偏这个时候 蒋玉堂居然作死地 朝他走过来 甚至伸出手来 要牵他的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